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咪妹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 看中宿醉遇上重回17岁的科幻喜剧片 《热雨盘石光机》 影片讲述的是三个失忆的中年男人 带着一个小正太宅男回到过去疯狂一夜的故事 剧情一点都不科幻,还有很黄很暴力 所以脑子不用带,带上眼睛和耳朵就出发吧 影片中的四个男人过得都很糟心 卖保险的亚当,在准备向女友求婚的时候被甩了 他的单亲侄子雅各布,一天到晚沉迷于电子游戏 赖在他家地下室不走 黑人尼克是个戏管人,放弃了乐队主唱 跑来给猫猫狗狗掏便便 卢则是一个满嘴粗口的派对狂 发现可狂欢的派对越来越少后 竟然在汽车里踩着油门狂飙制造了一起车祸 还死不承认是自杀未遂 为了开道卢,亚当和尼克决定邀请卢 重有克地亚克谷,滑雪度假村,雅各布也同行 虽然入住了年轻时住过的酒店房间 还在酒店遇到了当年服务过他们的服务员菲尔 不同的是,菲尔少了个胳膊 虽然露天的热浴盘犯着金光很诡异 但他们还是扒逛了衣服跑了进去 大口喝酒,大嫂们唱歌 第二天醒来,却发现他们穿梭了时光 回到了1986年 周围的人都是怪诞复古风 听着磁带拿着大疙瘩 电视还是黑白的 麦克尔杰克逊的皮肤还是黑的 他们在镜子和别人眼里都变成了年少时的模样 就在他们交际万分不知所措时 一位修理工从门外漫游游进来 淡然地告诉他们热浴盘出了故障 无意中倒在热浴盆旁的喜悲力 产生了神奇功效将他们传送回来 在修好之前必须把过去发生的事再来一遍 否则一点点小事的改变都会让系统引发失常 未来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开始他们确实在努力回忆当年发生的事 互相督促要仗行不悟 即使很不情愿 亚当还是和身材紧实的女友分手 尼克还是要背叛未来的老婆和别的女人共遇 卢还是要去滑雪救护员那找打 但是很快他们就抵抗不了诱惑 亚当和偶遇的美女溜进别人家里约会 卢靠记得的比赛结果赢了很多钱 尼克哭吼着给当时九岁的老婆打电话让她别出轨 还在演出时唱了未来的流行歌曲而大获成功 只有雅各布一心想回去 因为那会儿她还没有出生 却要面对课要酗酒放荡的老妈 亲眼目睹了造出自己的过程 对象还是最猥琐的卢 所以当那位神出鬼没的修理工 告诉她还差一瓶又穿越功效的洗背力 就可以回到未来时 她赶紧召集其他人去房顶找卢 在一场什么才是真朋友的大争吵中 他们一个接一个趴在房顶上准备掉落 索性被拆了N4断壁原因的服务员菲尔救下 只是没想到那只手臂是在和他们挥手道别时 被飞驰而过的扫血机砍断 他们立刻跑去找布莱恩 卢在朋友的鼓励中撞倒了布莱恩 拿到了之前被他抢去的洗背力 但在最后时刻 卢却告诉他们自己想留在过去 并把亚当踢进热浴盆 自己一人留了下来 风云变换 电闪雷鸣 他们回到了未来的平行世界 他们通过电脑见到了卢 卢利用未来的已知 给自己和朋友搞了大大的surprise 创业成功成了百万富翁 他们的未来也因过去的改写而发生了变化 亚当住进了豪宅 和当时偶遇的美女有了段美满的爱情 宁客成了音乐家 有了自己的录音室 老婆没出轨 而且没跟老婆姓 雅各布有了完整的家庭 再也不沉迷于电子游戏 有关他们的一切都变得无比美好 片子的结局很美好 但也很悲哀 因为我们没有时光机 日子只能继续过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迟组